一走进民宿里地点旁边有黑黑的污垢 马桶也没刷干净 可这还不夸张 棉妹一掀开 有一个两个破洞 甚至发霉 这让住宿的杨小姐无法接受 粪便干掉的还是什么 就是那种污漬它是在旁边 马桶大小也不合 然后还有就是台灯又坏掉了 然后也是灰尘 原本要带家人和宠物 从基隆南向花莲处理事情 才选择这间民宿 凌晨一点抵达 一心想好好休息 不仅和当初说好会有车位 最后变成自己去找 又加上环境脏乱 和业者反应却得到 大家下班无法处理的回应 他们的处理态度应该不应该要讲 都以读不回 业者被指控至今都没有回复 才会气得在网络上面公开一切 这也就是花莲市仁爱街上 一间宠物友善民宿 邻近观光区交通便利 但除了这一次 划开Google评论并不高 不少游客点出房间脏乱 隔音很差 甚至墙壁上有前房客 留下的假睫毛 最夸张 明明订房资讯说有车位 到场后都得自己找 业者被控诉 问了资讯都没回应 真的只靠民宿业者说 目前没有要回应 不过这间民宿是合法营业 而民众一旦遇到类似的状况 消保官提醒拍照搜证完后 记得拨打1950消费者服务 专线反应保障自己的权益 TVH新闻高知晃 王思琼花莲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